群組部分,如果說今天我希望把它分成比如說水果蔬菜好了 那水果一個群組 蔬菜一個群組 那我這個地方的話就可以給他用一個就是LI後面有個DataRow 有個叫做ListDivider 這一個DataRow Divider這個地方的話就可以幫我們分成兩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這個範例好了 這個部分的話看到的結果 那實際上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裡面有哪一些地方有不一樣 特別注意,一樣外面的話 是一個Data 這個在 這邊外面一定是一個ListView 也是一樣UL UL頭,UL尾在這裡 OK 那差別是說 我今天在LI 本來LI裡面沒有這個東西沒有DataRow 所以呢你在DataRow裡面呢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多給他一個水果類 這個地方本來是項目符號 你多給他一個什麼呢 多給他一個這個DataRow 叫做ListDivider 這個 那在蔬菜類也是一樣 再加一個這個標籤 這樣的話呢 秀出來結果 就會看到是類似像這樣 這邊就自動怎麼樣 會幫你把這個項目符號 變成一個 這個群組的頭 這個是這個群組的頭 給這個地方的話也可以 來用 比如說將來的話 你們 直接只是想要做一個 分區裡面自動 給哪些飯店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比如說 萬華區 萬華區的飯店列出來 然後 中正區 中正區的飯店列出來 也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再來的話呢 後面還有 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效果也蠻好的 就是類似像這個 就是潮狀的ListDivider 這潮狀ListDivider 其實可以做出 還蠻不錯的效果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以這個範例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這個簡單的範例說 程式語言類跟手機 那我點程式語言類 點進去 會有三個連結 對